这篇幕书谈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,日本F-35A型战机坠毁的后续。 这件事不只是我们关注,日本人更关注,美国人则最紧张。 毕竟F-35是美国最先进战机的代表作之一,它的离奇坠毁本身就够让美国人和日本人丢脸的了,而坠入太平洋。 风险更大,追击事故发生的第二天,美国相关空军将领就通过媒体分析或者说警告,千万不能让中俄打捞到追回飞机的残骸,否则将会给美国军事安全带来极大风险。 这不是耸人听闻,也不是美国人故意吓唬人。 实际上F-35对美国军事而言,确实是一款宝贝。 第一,它集中了美国第四代战机的众多优秀技能,与国际上同代机相比,效能比较突出。 因此是美国空中力量的杀手舰之一。 对美国国防安全,自然不用多说。 第二,它还是美国金凤凰,可以给美军带来巨额的武器销售额。 这款战机正因为如此优秀,很难模仿以及超越,它才会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强首货。 也就是说,F-35的好坏,关系到美国未来军火销售的情况。 比如最近为什么美国人敢于向土耳其叫胆,叫停给他们的F-35战机合同,就是因为这款战机很牛。 土耳其有需求,而且这个需求土耳其人,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替代品。 如果是一款很差的战机,美国人用它来要挟土耳其。 土耳其人根本都不会理,目前还看到F-35战机坠海一事,对美国军火销售带来的影响。 但毫无疑问,F-35坠机事件,已经给其他拥有该战机的国家敲响了警钟。 比如英国,他们是F-35B型,日本坠毁的是F-35A型。 但英国人也对日本的A型出示提高警惕,正在密切关注。 因为这两款本质上没太多区别。 只是细节差异。 如果是作业系统的软体有问题,那么整体可能都有问题。 所以,英国人要留意看到底日本坠机的原因是什么。 防止此类事件在本国发生。 不过现在谈原因或许为时尚早。 因为还没找到战机整体的残骸。 据说,尾翼部分被日本人发现了。 但这也不能让美国人完全放心。 毕竟重点在于驾驶舱和发动机部分。 如今还是失联状态。 要是真被中俄捞走。 美日当然会傻眼。 所以这件事不只是我们关注。 日本人也想到了这点。 4月12日,日本防卫大臣袁巫义表示。 已经派上了潜水艇等。 在海底搜寻。 有日本记者问。 部分机体会不会已经被中俄先行打捞上来了。 这位大臣的回答,还比较耐人寻味的。 他说,我们24小时,监控住外国飞机和潜艇的动向。 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 言乌翼的表态至少说明两点。 第一,中俄没有在相关海域进行所谓的打捞工作。 为什么中俄没有对相关海域展开搜寻。 是不屑。 还是没必要。 或者担心与美日冲突。 总之是没有行动。 按照日方的说法就是。 尚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。 第二,美日有能力对本地区的外部军事力量,进行24小时监控。 监控能力并不稀奇。 但是美日在相关海域的这种监控,显然带有更多警觉,乃至敌意色彩。 似乎意味着,只要有中俄相关战舰或战机出现,他们就要采取行动。 由此也能看出。 F-35对美日来说意味着什么? 竟然摆出了如此大的阵仗。 此外, 从这位大臣的表态中,多少也能看出,他们对最终打捞上来F-35对击,还是有些信心的吧。